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意大利各地的意大利民族协会成员筹划起义配合战争 1859年1月10日 国王埃曼努尔二世在皮安蒙特议会开幕时讲话 公开发出警告 我们对意大利各地区向我们发出的痛苦呼喊 并不是无所知觉的 同一天皮安蒙特与法国正式签订同盟条约 接着皮安蒙特开始进行总动员 召集预备役人员 并且从意大利各地征召志愿人员入伍 大批的伦巴迪和威尼斯人越过边界进入皮安蒙特的军队 每天都有数百人之多 总共约两万人 为了使相当多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当兵的共和派发挥作用 加福尔让议会颁布了志愿军条例 建立了志愿军基金 他把加里波蒂召回国 商定由加里波蒂领导并指挥这支志愿军 所有这些针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工作 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 加福尔的目的就是刺激奥地利开第一枪 赢得舆论上的胜利 加福尔的这一目的终于达到了 4月23日 奥地利向皮安蒙特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 现皮安蒙特三天内必须答应解除总动员 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 皮安蒙特拒绝了通牒 29日澳军越过戒河 打小了第一枪 战争开始阶段 奥地利军队进入皮安蒙特 占领了几个小地方 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 5月23日 加里波蒂率志愿军进入伦巴底 攻占了瓦莱斯和科摩两城 6月4日 在马金塔战役中 法国萨丁联军获胜 占领了米兰 加里波蒂又占领了布莱西亚和博尔哥摩 6月22日 法萨联军和澳军在索尔菲利诺发生激战 法萨联军获胜 澳军退守威尼斯的曼图亚等四大要塞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各地的爱国运动迅速高涨 4月27日 托斯坎纳发生了由民主派领导的起义 大公利奥波德逃走 5月帕尔玛起义 女公爵逃走 6月莫德纳起义 统治者被赶走 接着教皇领地之内的罗曼娜也发生起义 摆脱了教皇的压迫 起义各地都建立了自由 都建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临时政府 拿破仑三世被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所吓到 害怕意大利统一会打乱 他在意大利中部建立法国势力范围的计划 为了阻止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 他没有通知萨丁王国便单独和奥地利讲和 并于7月11日在维拉弗朗加签订了合约 合约规定 奥地利把伦巴迪哥让给法国 由法国转让给萨丁王国 但威尼斯扔归奥地利 恢复莫德纳和托斯卡纳等中裔各邦的君主统治 这一条约对加富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破坏了他的统一计划 因此他要求萨丁王国继续单独同奥地利作战 但被国王拒绝 加富尔便在这一天辞职了 11月10日 皮安蒙特政府与奥地利签订条约 承认了维拉弗朗加合约的条款 加富尔辞职前夕 暗中指使意大利中部各邦的临时政府首脑 要他们设法制止民主派或旧君主重新掌权 1859年89月间 托斯卡纳、莫德纳帕尔马和罗曼纳的临时政府 先后选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领袖担任的专政者 他们采取了共同的防卫措施 加利波利也率志愿军来到中意大利 负责统一指挥各邦的武装 各邦都宣布和萨丁王国合并 在埃曼努尔二世迫于法国压力不得不拒绝以后 各邦的专政者又强行实行萨丁王国的法律制度和政府制度 使合并成为继承事实 在这种形势下 想恢复旧君主的统治的企图无法得逞 再加上英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 对抗法国 也反对在意大利中部各邦强行恢复旧君主的统治 1860年1月15日 英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 外国势力不得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 意大利中部各邦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归属 1860年3月 贾负尔重新担任首相 他在中部各邦搞了一次全民投票 正式肯定了中意各邦合并于萨丁王国 4月在法军的监视下 萨弗伊和尼斯也举行了所谓的公民投票 正式将这两地化归法国 这样到1860年春 萨丁王国的统治阶级 利用人民革命斗争和外交手段 初步完成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 好了今天时间不早 我们先读这么一点 明天我们要读的是统一运动的第二阶段 和最后阶段 欢迎你明天继续关注 再见 明天继续关注 明天继续关注